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珠仔 現在是下午的1點多鐘 珠仔就介紹這款新款 不過我事先說明 只有一隻 因為珠仔一向新款 價格不太適合 這隻是東方的Marco 東方的Marco Sport Solar 大家認得Marco的Hawk 這是Sport 是光動能的機身 這是日本版 Made in Japan版 因為這隻應該是有Japan movement版的 但我這隻是Made in Japan版 41,800的Yen定價 近鏡給大家看看 近鏡最 最容易清晰看得到 就是這裏 6點位置寫著 Japan 它不是Japan movement 它是Japan 接著寫著機心 我看看再近一點 能否焦點到 VS75 VS75 寫著VS75 VS752機心 一個Epson的光動能機心 看看Panda 我們這個是Panda 熊貓款 熊貓款一向都是受歡迎的 所以很多標迷都是熊貓款 看看哪個 今次喜歡這隻 因為豬仔只有一隻驗貨 這個白色 它是銀白色 它是銀白色偏白的標面 你看到12點位置 有一個雙屍墨頭的Logo 寫著Orian Chronograph 200米的防水 9點位置的小圈 就是一個小秒針 而這個3點位置 就是一個24小時盤 24小時顯示 6點位置的小圈 就是一個Chronograph的計時碼標圈 而上面這支秒針 就是一個計時碼標針 你看到整個標盤 都是黑度的 除了12點位置 寫著12的數字 同樣也是 跟Panda一樣 很多時候 日力槍都放在4-5點之間 Panda的日力槍比較小 是比較小的 就是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你看到Marco這個殼 就是一般的招牌殼 一般的招牌殼 我有一個位置 是覺得他跟Marco有少少不同 他那個標觀位置 比較緊緻 我剛才試玩過一次 我們等一下再看 一個單向式的潛水標圈 逆時針方向的單向式潛水標圈 一個黑色的標圈 是120極的 你看到我現在轉動很輕鬆 就可以轉動得到 都是120格的單向式旋轉標圈 那標圈上面 就是一個黑色的鋁片圈 有黑度 10、20、30、40、50 60位置就是三角形的夜光 夜光是時分秒 加上黑度上面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的 都是有夜光的 再加上啤草圈的三角形 都是有夜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夜光 Panda這個三小圈 都是做了銀色的邊線 銀色的邊線 你看到它 一個灰銀色的指針 用了一個灰銀色的指針 時分秒針都做了黑色的 配上啤草圈 那標觀位置近看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也做了拉絲的這個位置 還有有一個戶 標觀的護橋位 上下兩顆按鈕 就是Chronograph的按鈕 可以欣賞九雅文的打磨 Marco的九雅文的打磨 那標腳位置也做得挺漂亮的 我自己覺得 那我就最初現在沒有Marco在 要不然可以對比一下 有什麼分別 應該沒有什麼分別不大 但是這隻標這個 都紮實的 感覺 那拉絲的不鏽鋼 這裡做了拉絲的不鏽鋼 現身的側邊部分做了一行拋鋼 旁邊也做了拉絲的花紋 拉絲選拋鋼 這邊也是的 同樣一樣的 好了 那先講一下標觀 拉遠一點 對 拉遠一點 講一下標觀 向下轉動 就放開標觀 放了標觀之後 它不是一隻機械標 它不是一隻機械標 而是光動的手錶 都比較緊的 它上得比較緊的 輕微很輕微的虛位 拿起標觀之後 你看到裡面也很粗身 看得很粗身 嘗試一下 向上轉動 有停秒功能 秒針停了 光動能機心一般都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就順時針方去教時間 這個它就用一個 Apson的光動能機心 即是自家的機心 VS752的機心 動力儲能 儲滿充滿電 可以行六至八個月 可以行六至八個月 那 這隻標就教完時間之後 半格是教日力的 按下去 鍵半格出來 這樣就教日力的 好了 向上轉動 教日力的 一格一格跳 但沒有大聲的 那你見到17 18 這樣一格一格跳 教完之後 按下去 就向上轉 而 兩圈左右 就上了 啞 啞也不算很深 那一隻標都不太大 所以啞也不太長 好了 看看錶帶 錶帶做了一個 實深的不鏽鋼 拉斯花紋的錶帶 這條錶帶也是厚的 好了 錶扣位置 錶扣位置 就是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都寫有Orian的字樣 有Orian的墨頭 拉斯花紋 打開就做了薄橋 銀色的薄橋 錶底方面 就做了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最重要的三隻字 又是有錶米就笑我了 寫著 Made in Japan 因為這隻是有Japan movement版的 而我手上一隻是Made in Japan版 Solar Power 我寫著了 光動能 Safire Crystal 藍寶石玻璃錶面 Water Resist 20巴防水 Stainless Steel 螺旋式陷入底蓋 有拉斯花紋 好了 看看這塊藍寶石玻璃錶面 和這個 Marco V4 V5 Marco V5 應該是一樣的 V5和V4 都是藍寶石玻璃錶面 整隻錶都有些手感 有些份量 可以欣賞一下 這塊藍寶石也很清 這塊藍寶石也很清 好了 這隻錶呢 先戴上去給大家看看 它的規格 網站就寫42.8mm的直徑 對了 42.8mm 42.7,42mm的直徑 厚度是13.1mm 脖子是48.1mm 整個錶也不算很大隻 途子也是47.9mm 那些錶也不算很大隻 我的脖子 測試戴上去給大家看看 什麼感覺 都可以的 Panda款一向都是好看的 吸引人的 吸精款 黑白色的標盤 跟精工那隻 Speed Time 馬的黑白熊貓 都差不多手感 但跟之前豬仔介紹的 1,600元那隻Panda 的東方有一點不同 這個有質感一點 重手一點 玩完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按一下 Start 你見到Start環境的計時馬錶針 正在起動 轉一圈就為之一分鐘 下面六點位置的小圈就會跳一格 Start Stop Reset 再來 Start 然後 按一下 這個是 分段計時 你見到它會追回 和我之前玩的機心一樣 分段計時 Stop Reset 好 好了 這隻標 就是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登登登登 對了 豬仔推介 2180 2180 價錢也不錯 不算貴 新款 也是 這隻 就是Made in Japan版 日本製造的 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聽清楚 只有一隻現貨 可以在手錶的概括內容下方 按更多 就有豬仔的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可以打給豬仔 可以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標 想在佐頓電腦 寧靈靈靈靈 好嗎 只有一隻現貨 沒有多了 千萬不要猶豫 有興趣就盡快找我吧 我是豬仔 我們下集見 謝謝